沙亞油亮驚鴻 掛滿貪汁 老闆快手一刀都切下 酥脆燒肉 永康街知名雙辣店 30號催熄燈號 操客們好不捨 最後一天來了 明天接著要不要來買 我不知道 不要來買 老闆陳建成面對問題 沉默中流露不捨 專注盯著瑞麗刀鋒不停切肉 曾透露是沒人接爆 才決定催熄燈號 讓老顧客們一走就決定來排隊 10點來排的時候 我就二少拿不到東西 跳過30號的不要再排了 對 我怕東西你排都沒有公司給你們 老闆喊著沒得吃了 逃客們還是擠滿店面 遲遲捨不得離去 這間燒蠟店 曾是知名美食家胡天蘭書中 開爐兩次的燒蠟店 而更特別的是 來自香港的老闆 還是永春夜問的弟子 一刀到俐落的刀法 都是有著深厚的底子 要結束30年的燒蠟店 老闆心中 雖有滿腹不舍 但他也笑說 接下來的時間 倒是可以把荒廢多時的手上功夫 再好好的把它磨亮 藉著樓陽和貝克廷台北採訪報導 這是真的嗎 每棚蠟店